今天向大家回报的这个题目呢 是关于人工智能本性的一个跨学科的一个研究 那这个呢我是从文献学的这个基础上来处理的 主要是涉及几个学科 一个呢是物理学 就是物理学家怎么来看待这个人工智能的本性 那么第二个是哲学家 就是政治哲学家吧 第三个呢就是现行学家 那么最后一个呢是这个社会学家 那么他们之间呢 竟然在这个思路上呢有一些对接 也有一些对话 所以我今天的报告主要是把这个 从突零踢出来 这个思维机器 机器能不能思维这样一个命题以后 其实第一波关于人工智能本性的讨论呢 应该是在50年代和就上个世纪 50年代和60年代就讨论的非常多 那么我这个报告呢 主要是就是从五六十年代的文献的这个 熟理当中一直到现在 关于他的发展的思路的转变 那么当时的争论呢 我们看已经过了半60年的时间 那么到现在回过头来看呢 其实好多话题和当时的也没有差了很多 那这样的话呢 有助于我们对当前那个人工智能的一些 基本的本性的理解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促进作用的 所以这是这个文章的一个今天报告的主要的一个意图 那么关于突零的这个文章呢 是1950年这个计算机与智能这个文章里面 他提出了机器能不能够思维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从这个心理结果来做所回答的 也就是说他遵循的是一个突零测试 就是不可分心不可分辨性论点 那么他的这个文章出来以后呢 我们知道是在五五年的时候 五六年的时候提出了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提出来以后 在当时呢就受到了这个哲学界和这个哲学界和 尤其哲学界心理学界的这个关注呢 特别的特别的多 那么在当时呢 有两种观点 其实和现在的观点也差不多 那么一种观点呢 就是辅定所 辅定所呢 就是认为思维是一个精神活动 那么作为物质的机器呢 他还不可能有精神 因此呢不能进行思维 当然另一种观点呢 像突零就是另外一种观点呢 就是肯定说 那么认为这个计算机 他通过这个问答游戏呢 他是能够体现出跟人的思维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效果论的一个论证 但是问题在于这两种观点 就是不管是肯定说也好 辅定说也好 他其实是都是站在某一个方面来论证问题的 比方说辅定说二元论 他是假定了这个身体和精神活动的意志性 这两个是不可挑和的 也就是这个DK2以来的生气二分的观点 那么肯定说呢 他又基于的是相似性的论证 或者是结果的这个效果论的论证 但是在整体上呢 又不能够进行合理的一个理论的辩护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 在这种前提下呢 1956年就是跟那个人工智能的提出 同年代呢 有一个物理学家 我们其实也都知道的 叫马里奥邦格发了一篇文章 那么这一篇文章呢 你往下翻 这篇文章呢 是在56年发表的叫做 计算机能思维吗 这样一篇文章 那么这一篇文章呢 他就是从考察这个当时的肯定说和否定说 开始来讨论问题 那么他认为这两个学说呢 都太武断 否定说呢 他贬低了人类创造性的这个劳动的价值 那肯定说的又得不出这个辩护 所以邦格呢 他就从物理学的角度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计算机到底的思维 是个什么样子的思维 那么他的这个文章里边的观点呢 提出了一种思维叫做代理思维 这是他提出来的主要的观点 那么这篇文章呢 区分了两种本性 那么一种呢 就是计算机的本性和数学的本性 他认为计算机实际上是物理的 他是根据物理的这个机制来进行运行的 他不能够处理这个仇向的一些 像人一样处理仇向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 他是从智能物和这个人造物和人 自然物的区别来展开论证的 就是智能机器呢 他不同于自然物 那么人 智能机器是人造物 他只能处理物质的对象 而不能处理人一样处理仇向对象 所以他认为 提出来这个机器能不能思维的 这样一个论点站在人的思维的角度来 提这个问题呢 是一种误解 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 就是把人工智能的本质呢 看成是代替人脑的一个功能 这样一种观点 那么在他看来 就是Bunger的观点呢 他认为智能机器是体现智能的物质 它并不是一项精神活动 所以呢 他说肯定说呢 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代替人的功能的看法 就是误解的 那么这种误解呢 就是把数学对象等同于它的物质化 把概念和判断的等同于物理标志 这样就混淆了物质层面和这个理想层面的问题 他这个理想呢 就是指的我们人的仇向的这样一种层面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误解的根源在哪里呢 他就是把能思维的机器呢 等同于替代思维的机器 他说这两个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能思维的机器呢 是把机器和人一样 像不像人一样能进行思维活动 是机器本身的一个思维 但是替代思维的机器呢 他认为呢 他实际上是实现人的功能的一部分 而并不是跟人脑一样 进行的一个思维活动 那这个混淆呢就导致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讨论呢 让把物呢 赋予这个人的这个熟性 他说把物赋予人的熟性呢 实际上就进入了前科学时代了 就像我们在没有科学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啊 遇到什么的时候 我们都往这种生灵的这个角度 生化的角度来理解 他说这个实际上就已经是不科学的一个态度了 那么他接下来在分析的时候呢 他说这个物理过程呢 他是依赖于这个机器的本性 而不是思想的本性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 他体现出的思维实际上是物理过程的运作 而不是精神活动的一个运行 那么物理过程呢 他是根据机器的程序来表证思想 但是他不能够创造出对思想的表征 这就是人和机器的一个差别 那么他认为这个差别呢 就是说我们想到说花纹布和白马的差别一样 就是我们看一个黑白的一个花纹布 和看到这个白马 他还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活的 一个是物性的 那么机器能思维呢 他认为这是一种隐喻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机器的一种思维 所以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呢 提出了一种观点就是 要计算机的思维是一种代理思维 那么这种代理思维呢 就是一种人工思维 他说计算机既不是在进行思维 也不是在进行计算 而是在执行物理操作 而这个物理操作呢 是服务于人的一个物理系统 是人的物质助理 也就是说 他说计算机的表现出来的思维 其实是执行了一系列的物理操作 所以他就认为说 机器知道如何解决程序设定的问题 就像说 织物知道光合作用一样 认为是荒谬的 也就是说 计算机他的这个思维 完全是执行这个设定好的物理程序 数学程序和这个物理过程 那么他的这种观点 就是这篇文章提出来的观点的可取指出呢 我觉得他是提出了这个代理思维的一种物质性 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思维 它是物质性的思维 那么但是问题所在呢 其实这篇文章呢 他的立足点 就是文章的立足点 讨论的是自动机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弱人工智能 还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 从五六年提出人工智能的这一批人呢 也是对符号主义传统的一个这个推崇 所以这个还是延续了人与机器二分的这个传统观念 那这就忽略了这个智能机器的自主性 与一般机器的区别 所以他还是把人工智能归结为跟传统机器一样的 我们现在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不利于这个像现在来说 这个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呀 他的方范呀 这一些风险 这是他的 我对他做一个简单的评论 那么在他这个文章发表了的十年左右 另外一个人叫做是个政治哲学家 叫做尼斯汤普森 他在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么他的这篇文章里边呢 他认为呢 不管是邦格的从物理学角度解决问题 还是从效果论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他说其实这个思考出发点都是不对的 正确的出发点呢 应该是用有意识替代能思维 他说能思维是一个人的精神活动 这个是根本你就讨论不清楚的 那么能讨论清楚的是什么呢 还是回到突林的这个效果论 从后果论的角度来看 就是你的行为方式上来看 用行为主义来替代这种结构式的运行的这种活动 那么这个替换的话呢 他说就不能讨论是机器能不能思维 这个问题不好讨论 应该讨论什么的机器有没有意识 那么如果讨论机器有没有意识呢 他说怎么来看这个机器能不能有意识呢 那就跟人一样 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通过观察行为状态 能够判断有一个人有没有意识 昏迷状态的人是没有意识的 他完全就是从人的肢体表现和这个活动来判断这个意识 所以跟我们认识科学里边的那个意识还不是一个概念啊 那从这个行为的角度来说呢 他就从机器的行为来回答 就把这个关于人工智能的仇向的讨论呢 他主张辩迷关于机器人行为的讨论 从机器人的行为上来判断的机器人有没有意识 那么怎么来判断呢 就看一根环境的一种互动 所以呢 他的这篇文章呢 把可推测性的这个理论问题呢 就变成了一个可判定的经验问题 这样的话呢 他实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转换 那么这个问题的转换呢 就把从图灵测试呢 转变为一个依赖于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这就成为一个未来学的问题了 那么他的目标呢 是这篇文章 因为他是哲学家嘛 所以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主要讨论是心灵哲学的问题 就提出了这个意识行为主义 就是从行为来判断这个意识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 弱人工智能的发展 我们看得出来 其实也就是在他60年前提出来这个观点 基本上是想吻合的 就是看你跟环境的这个互动 然后看你有没有这种回应能力 如果有 他就认为机器就是有意识的 那么他这篇文章里面呢 他没有就是继续来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 而是把这一个当做起点 就是说那如果我们随着技术的发展 人工机器人能够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跟环境的互动 越来越好的话呢 那么他就是有意识的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们出现一个有意识的机器人 这样一个智能物的时候呢 对哲学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所以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呢 他就讨论好多这个 比方说对微物主义的冲击 对微星主义的冲击 当然他讨论的更多的是 对复线相学的一些冲击 就他讨论了四种哲学观点 以这个为假设前提来讨论哲学的问题 这是这样一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实现了这个功能转换以后了 我自己的一个评论呢 他其实结合起来 把Bunk的观点和 和这个Thompson的观点结合起来呢 他体现了智能机器的一个二重性 这就把智能机器跟原来的我们一般的工具呢 区分开来了 他的一重性呢 就是他是物质性和工具性的 这是从他的材料和过程运作的意义上来看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从行为的角度和环境的这个互动的角度来看的 他有类人性和他自己的自主性 从他感知的这个意义上来看的 那这样的话呢 这种智能机器呢 机器人呢 就成为介于人与工具之间的一个形成事物 这也是我一再主张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不再是要么是人要么是工具 而是基于人和工具之间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形成事物 他既具有物质性 但同时也有这个类人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的出现呢 就对我们建立在人与工具二分基础上的一些法律法规呀 我们的传统的观念呀 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所以这就使我们原来的概念工具 想的就显得不够 我们就需要丰富我们的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概念框架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看他的这个二重性 那么在这个二重性提出来之后呢 就是在六五年 就是他们说文章发表的一年以后呢 另外一个哲学家就是德国 那个美国的现象学家叫德雷夫斯 那么他呢 对这个人工智能的限度呢 做过一个系统的研究 我想这个学界呢 应该是搞人工智能的人 一般应该都知道他 他六五年受这个兰德公司的这个委托呢 展望数字计算及未来的发展潜力 那这样的话呢 他主要的在这篇文章里边呢 也不是文章 他这个研究报告 这个研究报告来到 燕金属于人工智能 我没有看到这个中文翻译版 但是英文版的在网上可以随便查到的 所以我就时间关系的 简略的来讲 他立足于海德格尔的思想来进行分析 那么考察了四个人工智能的发展领域 就是游戏啊 解决简单问题语言翻译模式 那么在这里这个里边呢 详细的细节我就略掉了 那么他整个报告里边强调的一个突出的观点呢 是强调这个不连续的科学进步观 他说科学的进步呢 不是这个连续进行的 而是不连续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特别欣赏他举的这个例子 他说第一个人爬上树的人 能够宣称说他飞往月球的旅程中 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吗 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说这样一种连续性的进步观呢 就像速度一样 在接近光速的时候呢 他的进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就是变这个上子我打错了 变得越来越困难 或者说试图通过上树来缩短到达月球的距离一样 其实它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整个报告最后得出来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篇报告 它是对富豪主义传统的人工智能的一个批判 那么他自己呢 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呢 要改变范式 就是面对的不是连续逼近的问题 而是要不连续的问题 那么不连续的问题呢 就是你改变视角改变范式 那怎么改变呢 他的出发点呢 就是用现象学的观点 就是海德格尔 我们知道德雷夫斯被号称为 是在美国西方哲学界 分析哲学界里边 做这个把海德格尔的思想 宣传的最同俗易懂的一个人 当然他在海德格尔的这个思想上呢 也发展出了他自己的现象学的一些观点 那么人的信息处理机制呢 他认为是不同于机器的 那么这个不同指出在哪呢 他说人类处理的信息呢 主要依赖的是这个边缘意识 和具有这个预警依赖性 和模糊的这个容忍度 但是机器处理信息 它是低卡式的 只处理这个确定的和离散的信息 而不能够处理这个非结构化的信息 所以他得出来的结论呢 就是富浩的表层人工智能呢 它是不可能达到像人一样的智能的 这个程度的 那么在这里边呢 他讨论了四种技能 比方说第一个是联想式的这个智能活动 也就是决策术理论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飞行式的智能活动 通过这个事例来学习 那么第三个呢 就通过规则来学习 就是这个算法的和这个搜索术的 那么第三个呢 最后一个呢 就是启发式的这个算法 他认为这个同用的计算机呢 不可能处理第二类智能活动 也就是他主要强调是与环境的一种这个互动 那在这样的话呢 他的整个报告出来以后呢 因为我们对那个德雷夫斯 曾经进行过一个访谈和采访 这个采访呢 在发表在这个哲学动态 就是他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看法 那么在当时他的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呢 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 并且呢 也终止了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蜘蛛项目 当时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教授 那么由于他的这个工作呢 影响了这个人工智能 符号主义传统的一些社会赞助 所以呢 他就被这个麻省 这是他给我讲的 他就被这个 他用的一个词是赶出了这个大学 所以他后来就到了那个加州大学 伯克里峰校 一直到现在还在那儿工作了 那么那个时候他就离开 就是因为麻省理工学院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做的是最好的 所以他呢 没有给他 让他真正的去发展助力 而是 而是这个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所以大家就不喜欢他 那么他一走了以后呢 他并没有中断这个研究 那么在他的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呢 他在72年发表了 计算机不能干什么 那么在92年呢 又继续在基础上的发表了 计算机还不能干什么 这个都有 两个都有中文版的这个翻译 大家可以去看 那么在这些基础上的 实际上到80年代的时候 史坦布大学呢 就已经接受了他的观点 在计算机系呢 讲授这个海德格尔的这个哲学 那么他自己呢 也曾经在八九十年代呢 麻省理工学院 这个下一代搞人工智能的人呢 也把他邀请回去来交流 就是他的对这个人工智能的看法 而且到05年呢 美国这个物理学会和计算机学会 办法了他这个 马维斯奖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奖项 那就说明一个哲学家 他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呢 他的研究成果 其实在计算机界得到了一定的一个认可 那么他在这个报告后面 就是他要主张一个什么观点呢 德雷夫斯他主张的是要制造一个 海德格尔式的机器人 那么海德格尔式的机器人呢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讲到的那个 弱人工智能的 升级网络的这样一个算法的一个智能系统 那么他强大的这个制造海德格尔式的机器人呢 就是将世界作为开发移动机器人的指导模型 为上手状态进行编程 认为人工智能要从符号腿里驱动的 这个数字计算机呢 转向情境驱动的智能计算机 那么看得出来 这个是他在60年代的观点 那么现在60年之后呢 他的观点呢 得到了这个事实的验证 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呢 是有问题的 问题是能够与环境互动的这个机器人 海德格尔式的机器人就能跟人一样吗 那么他给出来的回答是不能 所以他这个回答呢 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当中体现出来 比方说关于这个远程教育 他是远程教育能够培养出来 这个大师级的人物吗 他说不能 这个又跟他关于人工智能的观点呢 都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观点的提出呢 他只是说人工智能从其量 也就是达到和人行为类似的程度 但是永远不能够达到这个人的这个程度来的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那么他的这个观点出来以后呢 受到了社会学家克林斯的批判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另外一个 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这个问题 克林斯是英国的一个社会学家 这个我们搞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人 知识社会学的人应该对他是很了解的 那么克林斯要反驳这个德雷夫斯的观点 用的哲学资源是什么呢 他用的哲学资源是维德根斯坦 我们知道维德根斯坦的这个思想 其中最后期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呢 就是他认为这个体验呢 是思考和心动的一个结合 是心动和思考的不能够分离开来讨论 他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克林斯 把那个德雷夫斯的观点呢 认为有三种缺陷 我这点打错了 不是克林斯的三种缺陷 就克林斯对德雷夫斯的观点 提出了认为有三种这个缺陷 一种缺陷呢他认为是职业误解 第二种缺陷呢就是哲学上的一个服事 第三个就是社会学的错误 那么我下来看一下 克林斯是怎么来对这个德雷夫斯的 这三个误解做这个判断的 这个他有文章的发表 是因为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的看 那么职业的误解呢 他认为是体现在对知识 本性的这个理解当中来 德雷夫斯主要的呢 他强调的是身体的作用 认为呢数字计算机呢 没有身体 只能在概念世界 而不是在感知世界里边工作 因此呢他不能以人的方式来回应世界 只能以信息的方式来表证世界 那么克林斯说这一种二分呢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他从这个威德根斯坦的观点 后期的观点来看呢 他说在生活的形式当中呢 概念狂架与行动方式呢 是相互熟造的 我不可能先有概念狂架 然后有行动方式 那么德雷夫斯将计算机的 星师领域和这个非星师的领域 居分开来呢是错误的 他说这种风格呢 形成了一个知识的壁垒 这是他对他的第一个观点的一个批判 那么第二个呢 他说他的哲学 就是在哲学上他忽略了一些问题 忽略了什么呢 他认为他的这个的浅墙 在对德雷夫斯对个人亲身体验的 这个论述当中来 因为德雷夫斯是现象学的观点嘛 现象学观点主要就是强调人的 身体的一个作用 他认为德雷夫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 突出了个人的预警的潜入性 但是呢他忽略了社会 就是个人与计算机的社会潜入性 这样的话呢 混淆个人性与社会性 个人能力与社会群体能力的生活方式呢 就低估了个人成为社会成员的前提条件 这是他在哲学 因为他的哲学呢 他想的哲学的胡思呢 就是说现象学过逢的强调的是人的身体 但是呢没有把人当中的一个社会人来对待 那么忘记了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行为 其实有时候是在社会的规则下来运行的 这也就是他对他的哲学的这方面的批评 那么他的批评呢 主要强调的是这个社会性 他说人的语言是社会化的 人的观念也应该是社会化的 人的行为方式都是社会化的 那么个人的这个社会化呢 就导致了和计算机互动的时候 那么计算机其实他也有一个社会化的一个问题 那么德雷夫斯呢 他没有看到这个社会化这一方面 他举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他说 按照这个德雷夫斯的观点来说 如果机器人能够跟环境进行互动的话 我们就能创造出和人一样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 那么他说动物狗猫 他都能够四处走动 也能够自主的对环境进行变化 而且呢 狗和毛的这个脑结构 与人的这个相似度 与人脑的相似度呢 要大于电脑与人脑结构的这个相似度 但是狗也不可能社会化到通过 突凌测试的这样一个程度来 这是他对他的哲学上的这个批评 那么再进一步讲呢 他说不仅是动物到不了这个程度 但社会化本身呢 他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 他是即使人 同样的都是人 那么人的社会化程度很有差异的 所以呢 他说人都有同样的身体结构 同样的这个大脑的结构 但是他的社会化程度也是迎人而异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创造出我们共享的这个概念 狂架是社会化的 但是对狂架的利用和洗手本身 他还是迎人而异的 所以他认为呢 人工智能确实的是能够从语言上的 社会化到我们的生存方式当中来 这是 克林斯呢 他倡导一种社会化的一个机器人 那么这是他第二个批判 那么第三个批判呢 就是关于这个社会学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批判 这个体现在呢 德雷夫斯对计算机能力的综合考虑当中来 那么他认为说 德雷夫斯没有看到计算机的外形能力的提高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使用者互动的结果 也就是说克林斯认为人与计算机的互动呢 能够不断的在互动当中 让计算机的能力得到提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人的劳动呢成为隐性的劳动 那么计算机的人能够把人的一部分的聪明猜字呢 转化到这个机器当中来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对机器的一种训练 那就是人来进行这个训练的 那么这是他认为这个社会学的错误 就是没有看到计算机与人之间的互动 而只是看到了计算机环境的一个互动 这是他对克林斯的第三个 对德雷夫斯观点的第三个批判 那么科夫这三个缺陷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 克林斯给出来一个替代方案 他说科夫这个替代的方案呢 就是计算机需要做的事情呢 用拥护呢有很专业的方式来完成 那么计算机就能够做一切 那么也就是说人越能够把人的聪明材质 转嫁到计算机上了 计算机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那么拥护对计算机缺陷的弥补和这个修正呢 它实际上是无形的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机器人 在训练这个机器人用的一种方式了 那么计算机的称 成功取决于设计者和他的历史 所以他认为说计算机的机器人呢 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跟你越互动 越对这个用户的喜怒哀乐有感知 那么就会跟用户的这种互动呢 就会越来越好 程度就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他是用这个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看的 这个跟那个汤姆孙的观点有点像 但是克林斯进一步呢 这个就跟 他们 这个行为 的时候呢 这个就不 新 而是新成了我 而是新成了我 那个 没声音了 是不是掉线了 应该掉线了吧 没声音了 对好像掉线了 那应该是陈老师他那边的你我这边是通的 对 是不是那边旺他们居家居家的书旺旺不太大家都上网了 就超速在了 超速在了 那 那个 over 这是谁说的 嗯 哦 那是早上有个人问的 哦 不行 我们联系一下陈老师 那个大家 就是先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打开我从哪儿没听见呀 嗯 就 那柯林斯已经讲完了 哦 我那前面我自己一个人讲了 对对对 那我应该听哪里讲 那可能掉线了 哦 就在行动 你行为那里 听到哪里了刚才 行动和行为 之间那个差异 哦 行动和行为的 哦 那就差不多完了 那就是说 嗯 这个柯林斯呢 他区分了这个行动 行动单态行动和这个多态行动 他认为单态行动呢 是以一种方式来完成的行动 而多态行动呢 是有多种方式来完成的 他是其实我们的行动 是有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 可以完成同样一个这个 呃 行动 所以这样的话 我最后做一点评论 就是说 呃 德雷夫斯呢 呃 是基于现象学的层面 对同用人工智能的质疑 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他的这个目标呢 是要论证智能机器呢 为什么会失败 而柯林斯呢 他的目标是论证这个智能机器呢 为什么会成功 所以他强调的是这个人机互动 那他的这个观点呢 为未来的这个人机融合呢 就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那最后呢 时间关系 我做两点结论吧 那么第一个结论呢 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呢 不再是单纯的一个技术问题 因为根据前面的这个智能机器的二重性 他有了自主性和这类人性的话呢 那么他就会关乎到人类与文明如何健康发展的一个复杂问题 那么延续德雷夫斯那个柯林斯的观点到人机融合这个程度 比方说人类争相技术呀 等等这个基因编辑呀 这些脑机接口啊 那么就会对人文的关怀提出很多的要求对智能机器的发展 所以呢 那人工智能的发展呢 介入这个科技发展的过程呢 让哲学社会科学的出场 介入到这个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是时代之需 所以科技驱动发展的时代呢 必须是哲学在场的时代 这是我的第一个主要的观点 那么第二个主要观点呢 就是人工智能在具体场景中呢 成功应用呢 是建立在人机合作的基础上的 那么这个很大程度上 依赖的是人的隐性的这个劳动 所以未来的这个人机融合呢 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那么目前来说就商业模式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成功的商业模式 都是人机融合的一个商业模式 现在人机融合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就出现了 那么科技发展 既需要颠覆性的这个创新 也需要有社会担当 更需要有人文关怀 所以我曾经发表过一个文章 强调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当代高科技的发展 要建立在人文的这个土壤当中来进行 好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